嗯好好吃 今天我是你们的评价雪糕互味 测评一些评价又好吃的雪糕 为我们的评价雪糕 冲起一片蓝天 比一个刀切西瓜 一块钱 看见这个我就想起 上次那个小猪配起一个猪猪片子 就是小时候吃的西瓜雪糕的味道 但它和上次我们吃的那个西瓜雪糕 好像不太一样 这个是冰棍 那个是雪泥 人家那里边的籽是脆薄薄 你怎么是芝麻呢 略显敷衍了一些 下一个 这个现在有的小超市 小卖部都不卖了 加了很多那种贵的雪糕 但是真的很爱小布丁 我现在买小布丁是八毛钱一根 我这小时候是五毛钱一根 奶奶的又冰冰的 小时候老爱吃这个了 可能去逛完公园回来就买一两根 我特别喜欢哈密瓜和香芋味的 下一个 苹果梨雪糕 一块钱 你们知道东北有一种水果叫苹果梨吗 它是那种大大的鼓鼓的 为啥是这种让人咬了一口 这种造型啊 这个挺好吃的 这个是那种雪泥口感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很清新 外边这圈是苹果味儿 中间这个黄的是梨味儿 就有点那个冰糖雪梨那个意思 多吃几口香精味儿的种 你们看说话必须梗 做事必须狠 苹果必须啃 嘴咸这特别咸 接下来酸奶洞洞2块4 封面长得特别好看我才买的 长得好像不怎么一样 它应该是乳酸菌味儿的 但是乳酸菌味儿不太明显 但是你看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洞洞 粉色的黄色的绿色的 上面这个洞洞它有点耿耳 但不是非常耿耳 水果味道也不是很明显 我觉得没有网上传闻的那么好吃 下一个爆姜咖啡 这个你们猜多少钱 它这个长得就很像一个刺客 首先它这个造型看起来很复杂对吧 然后还是这种颜色很鲜艳对吧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捏它这里面有一个托 3块5 你把自己搞成这样很容易被人破怪呀 哇好漂亮 诶妈 口红又掉霉了 这世界上就没有吃不掉的口红吗 我每回测评到一半都瞅着半死不拉活的 能闻到香香的咖啡味儿 它这个脆皮 是淡淡的咖啡味儿 里边这个咖啡味儿可浓了 这个红酒就是不知道啥味儿尝一下 它里面红色的这个也是脆脆的 然后咬爆之后 它里边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也是咖啡味儿 发到饱了 我觉得它这个咖啡味儿会没有苦咖啡那么腻 但是咖啡味儿要更足 口感还更丰富一些 真的不错 我会回购这个 下一个 凉成冰沙 这个东西我以前就推荐过 真的是东北小孩儿从小吃到大 如果你恰巧来东北旅游 看到它可以买来尝一尝 这个玩意儿一块钱一根 就是这股酸酸甜甜的 清新的味道 外面是一层橘子味儿的奶 我一般都是直接给它裹掉 里面就有很多冰的颗粒 这个玩意儿的酸甜 还有橙子的香气 就是其他的一些雪糕 没有办法替代 一闻就知道是这个味儿 而且这里面还会有那种杏干儿 夏天吃起来甚至有一些开胃 但是这个我没吃到 我非常的不给面儿 这个五块钱 不过这里面有三个 好好吃 外面那个皮 糯糯的 耿啾啾的 而且还挺薄的 里面这个榴莲冰淇淋 榴莲味儿特别特别的浓 吃起来就很像真的榴莲 我感觉它都可以代替某季甜品 它那个榴莲大福了 好吃好吃 我觉得蛮值的 登登 这个有点大 朗姆味儿的哈尔滨冰糕 这坨450克14块5 我超级喜欢吃那个一个饭盒 装的索菲亚的朗姆味儿的冰糕 但是那个一盒要差不多40块钱 听说这个味道差不多 我们尝一尝 哇哇哇哇哇哇 它上面有好多葡萄干 它这个味道也不错 也是特别的丝滑浓郁 然后有葡萄味儿 还有那个淡淡的朗姆的香气 跟那个盒庄的比 它就是朗姆 那股香味儿要稍微淡一些 然后会更甜一点点 丝滑度稍微差一点点 再就是不是很好保存的 但是做的平屏完全可以 大不了你自己放核里冻着 那今天我们测评的这些平价雪糕 还都挺好吃的 让我们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平价雪糕 对抗刺客最好的方法就是 觉得故意就放回去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bye